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闊别香港十年的巨型黄色橡皮鸭 重林维港 今次仲癸痛痛半 整箱整堆来到 过去十年香港变了好多 唯独黄色橡皮鸭依旧可爱 为香港人带来急需的欢乐 橡皮鸭越南日契啟航礼仪式 星期五早上十一点进行 两只巨型橡皮鸭的爸爸 荷兰艺术家霍夫曼 专程来到香港出席仪式 他说今次两只黄色橡皮鸭访港 兼顾起特别的使命 当我考虑了世界 和我们的需要 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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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考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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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够的 特别 对 对 和世界各地的壓力和政策 我們都需要再次聯繫 再次聯繫和平衡 這就是在這裏的地方 人們集中聯繫和分享 和分享的時刻 這就是生命的事 儀式之後 兩隻巨鴨由灣仔匯展出發 漫遊為港 最後齊齊又近中西區海濱長廊的觀賞位置 展覽星期六開始 向公眾開放大約兩個星期 確實日子將會根據天氣等因素調整 不少市民見到巨型鴨仔再來到香港 都圍觀影相打卡 散播歡樂 亦有家長大同小朋友觀賞 大朋友就借著橡皮鴨 懷免一方 你覺得這隻鴨仔給了你什麼印象? 同年回憶 還有什麼特別觸印? 顏色鮮艷很可愛 一對情侶 是很特別的標誌 希望多些同類型的展覽在香港會發生 主辦單位All Rights Reserve就宣布 6月18日父親節 一對黃色橡皮鴨將會出秦 沿為港海岸線漫遊 竟同樓灣海面游過尖沙咀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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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露 我下期見